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餐饮科系对不对 那学校呢也非常鼓励同学们 可以去报考中餐丙级烹饪技术式的执照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有这张执照才可以毕业哦 甚至是很多的饭店啊 餐厅啊 也会要求上门来的应征者 一定要有这张执照 你才可以成为呢 可以面试的基本门槛 可见得专业证照有多么的重要了 那马上来看看邱主厨的简定小学堂 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重点 又到了我们的简定小学堂时间呢 那我们这一段呢 来说的是 哪一些人需要中餐烹调丙级技术式证照呢 来 第一点就是我们的 以中式料理经营者 那第二个呢 那第二个呢就是具备盘菜 杏质以及餐盒食品 自助餐团扇等等 第三个呢就是 持有刀 切割 冷盘 盘式 职场 条理 加工 烹饪 以及从业人员 那第四点就是 那第三点就是 厨师证书呢 有效期限为四年 期满每一次 展延四年 好 记得哦 如果你的厨师证到期了 记得要回去上卫生讲 行为去谈证 来到的是皮蛋芝麻拌豆腐 这个皮蛋豆腐啊 在夏天可以说是呢 非常的清爽可口 我们先来看看呢 里头呢加了芝麻 这道皮蛋芝麻拌豆腐 需要什么材料 皮蛋芝麻拌豆腐 材料有 皮蛋两粒 白芝麻20公克 盒装豆腐一盒 青葱一汁 小黄瓜二分之一条 红辣椒二分之一条 矿泉水一瓶 调味料有 酱油膏三大吃 细砂糖二分之一小吃 味醋四分之一小吃 香油一小吃 矿泉水一大吃 皮蛋豆腐呢 人人都会做 不过这一次呢 加了是芝麻在里头 各有巧妙不同 其实不难啊 我觉得是吗 真的 但是呢 如果第一次看到我们的电视 就教学带的好朋友 观众朋友们 对 可能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 是 那一样我会依序 所以我们从洗笛到制成 我都会教大家 那一般的皮蛋豆腐 只是加芝麻又什么不一样 对啊 你就把豆腐打开来 皮蛋切一切 然后上面葱花芝麻 对 好了 五分钟 是 好 来 我们看一下要几分钟 好 来 我们边洗笛 来 我们现在呢 这边我们把我们的皮蛋 稍微洗 先洗过 葱洗一下 是 然后再来呢 蔬果 就轻松 以及我们的辣椒 还有小瓜 把它洗一下 然后豆腐就免了 豆腐呢 也要洗 但是还没有 还没有 然后这边 先拿过来 但是呢 我们的皮蛋 好 我们的皮蛋 要先把它放进去蒸 20分钟 我相信这个时候 很多人看到就会说 蛤 皮蛋拿去蒸会好吃吗 是 好 来 我们皮蛋 刚刚有先蒸了 预蒸了一下 我们还是要再继续蒸一下 好的 所以它只有18分钟 还差两分钟 来 我们的轻松 就把它切碎 切 葱碎 葱花就对了 好的 好 陶生可以慢慢的啦 因为我们赶时间 不是 赶快一点 好 陶生真的在 烤场真的很紧张 所以说呢 你只要控制在于 我们三十分钟 三个小时之内呢 完成六道菜 好的 所以这个葱花 其实一开始 你也可以先切好 对不对 最后就直接拿来用就好了 对 撒上去就好了 好的 嗯 好 来 我们的小黄瓜 一些辣椒 切圈 小黄瓜和辣椒 在这边的角色是什么 这道菜 它是配颜色而已 配色 好的 好 这边小黄瓜 也是切圈就可以了 当然有什么 你就配什么没有关系 好的 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多余的猜色 只要颜色搭配得宜 那我们呢 初考官都是会给你过的 好东西 所以其实考试并没有强制规定 你一定要有盘式 但是你这么做是可以加分的是吗 一定要有盘式 一定要有盘式 是 但是并不一定是每一道菜 你自己的创意就对了 是吗 本身像我们之前有做过 譬如说有三色的 我们就不用了 不用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使用 我们三色的鸡肉丁 或者是红椒丁 颜色已经很缤分了 颜色已经很缤分了 那我们就不用去做盘式 那像这一个呢 我们就需要 因为豆腐白色的 好的 好 来 我们现在呢 来 我们把皮蛋先拿出来 好 来 切面这个 好 我们呢 之前我们有几集 我们都会用电锅 或是用蒸笼都可以 大概蒸多久呢 20分钟 20分钟 好的 好 来 我们先搁置在这边 所谓这个蒸了20分钟 是要把它蒸到熟是吗 是 好的 没错 我们来炒什么吧 芝麻 哦 芝麻要先炒过啦 对 不是像我们在家里 直接一把丢下去就可以了 是 好的 好 来 我们现在呢 芝麻把它炒一下 没有放油 干干的煎就可以了 把它炒成梅粒粒 就是我们的金黄色 有时候我们东南亚国家 这芝麻 你白酒还是会有水汽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芝麻呢 我们把它略炒一下 略炒 让它金黄色 它的香气才会出来 那假设你加了我们的油呢 不得了的 会吸油耶 是 对 是 好的 好 来 我们现在炒好了 然后现在呢 把它 好 一样的 不可以用倒的 对不对 对 祖师 为什么要用保鲜膜 因为呢 你还要处理其他的副食材 是 没有这么快 我们就是把它先包起来 我们先来切我们的豆腐 以及我们的皮蛋 好 来 豆腐呢 先横切是不是 好 抹面 好的 然后再来就是先对切 对切 从中间对切 照着它上面原本有的线是不是 对 切成小方块这样子 大概是一公分左右 放到吃盘里头 来 吃盘里面 是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用我们的冷开水 对 可是 冷开水 以卫生法肺呢 我们一定要用冷开水把它过水一下 这算是再次洗涤是不是 洗涤 把它洗涤 因为如果你整块洗涤 你待会还是会经过刀子 你还是一样 所以说 可能有一些细菌会在 是 经由刀子在 吃剩 了解 好的 皮蛋 把它滚一滚比较快 比较快播 比较好播 那我们记得 我们食材 有些东西可以一起蒸的 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蒸 留一点点的空隙蒸这个皮蛋 那我们就不会等 所以它要蒸20分钟 然后要锅的时候又赶时间很烫 然后去冲水 那是不允许 切给大家看 到底蒸过的皮蛋会变成一样子吗 好 漂亮 是 很漂亮 不过勾勾的那个就完全收拓了 因为基本上皮蛋它是生的 是 那我们一定要稍微把它蒸熟 蒸熟之后 口感我觉得也不赖 而且你这个动作也是灭菌是吗 对 对 那再来就是也比较好切 你们发现 对对对 我们把我们的 这个是装饰的 盘饰 对 盘饰的部分 汆烫一下 怎样有滚水汆烫个约末十秒 看东西 有时候青江菜 你汆烫一分钟两分钟不得了了 那就太久了 这个就老掉了 是 太烂了 好 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的青葱 这个青葱也要汆烫 我真的不是很了解 不是 不就会影响它的脆度吗 我们葱就是要吃葱的那个嗆味还有脆度 对 但是这也是规定 一定要这样做 对 好的 豆腐先把我们滚水 好 来 我们豆腐把它滚水 好 把它搁在这边 好 好 那我们这边也是一样 好 好 来 我们把这个豆腐呢 然后现在我们把我们的皮蛋放上去 哇 会跳耶 然后是调味料的部分 对 调味料 酱油膏三大匙 好 然后细砂糖二分之一小匙 细砂糖二分之一小匙 是 胃素四分之一小匙 胃素四分之一小匙 然后香油一小匙 然后矿泉水一大匙 好 这样就有勾勾的了 对 对 对 好 这个可以 滚一下 好的 是的 在烤场呢 我都会 是 先把这个 有多余的蔬菜啊 我把它先磕花 然后一次全部把它 磕完 把它磕完 然后切好 汆烫好 冰镇 然后准备 然后准备 你做每一道菜呢 不一定要像我这样子装饰 你可以有你的想法 然后拿来用就得了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葱花 葱花 其实我觉得你葱花汆烫过 我觉得不影响它的卖相 一样很翠绿 对 对 那我们汆烫一下下而已 是 这个淋法有没有特别规定 还是随意就好 基本上呢 我们是从上面把它交错的这样淋 那基本上要有每一个豆腐 哦 要几乎都淋到就对了 对 也比较漂亮 好的 其实你这样皮蛋豆腐 再加个芝麻就很简单 对 对 严格说起来 不容易 然后芝麻 我们要炒到这样金黄色 很繁复 对 炒到上面 好漂亮哦 哇 那如果你太多 你就不要全部撒了 是 好 来 这样就完成了 好的 皮蛋芝麻拌豆腐上菜了 学会了没 很简单吧 没有学会没关系 我们再重复一次 皮蛋芝麻拌豆腐烹调步骤 一 将皮蛋洗净装盘 放入蒸笼中蒸约20分钟至蛋黄熟成 二 接着用干锅将白芝麻炒至金黄色后 放于瓷碗内包上保鲜膜备用 三 将豆腐切成约1.5公分的丁状后洗净 滤干 制盘 再铺上蒸过的皮蛋丁 以及汆烫好的小黄瓜 红辣椒作为盘式 四 最后放上葱花 淋上调味料 再撒上白芝麻集合 梅花 银米糖 加入了银子 和蟑螂 容易认辨M Estre得可以 入口 写广 也不得 余一广 洗净 凍